大汗有悲歌 千古才不透 大汗有悲歌 千古才不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汗有悲歌 千古才不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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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现在追姑娘在你手上 可是寡人坚信 总有一天 她会回到寡人身边的 你呀 帮寡人好好照看着点 千万别让她受委屈了 你们说是不是挺有意义的 是呀 怎么来了 虽说就在村里可也有一段路 你可得小心点 别把公主给摔坏了 行了行了 你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了 我难道还颠不出轻重吗 能背公主是祖上修下的福分 我能不念叨吗 行了你快点就行了 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大家军还不来呀 白宝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行了行了行了我去看看 还没弄好呢 陛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别忘了 寡人是天子 你带了不少御林军 把我的草舍都包围了吧 没带御林军 只带了少许的隋土 你不打算今天把我绑走吗 我进门的时候不就告诉你了吗 寡人从未有此念头 一来呢 是看望你们 二来啊 寡人有件事 请你帮我拿个主意 请 陛下 有什么话尽管问 这几年哪 匈奴莫独 一直寄予我中原 骚扰我边疆 是我心头一律啊 寡人 想拜你为大将军 统领兵马 威慑莫图 可你这一走呢 朝中就这么几元大将 你看啊 你看啊 谁能担当率位啊 论资历嘛 周伯不断 再论运筹帷幄 少寻一筹啊 那樊宽呢 这道十元猛将 性格太暴力 什么 他呀 性格暴力 难以扶重 那夏侯英怎么样 你说谁 夏侯英 没错 夏侯子对陛下您 是忠心耿耿 可是他浩大喜功 又爱贪卑 不亦担当重任哪 那看来 就只有旅铲了 陛下 旅铲可是皇后的侄子 如果你把重兵全都交给他 你还能告朕无忧吗 陛下 草了 不说这个了 酒也饮了 话也说了 寡人给告辞了 陛下 别走 还有酒没喝呢 还有什么酒啊 喜酒 喜酒 什么喜酒啊 我的 你有喜酒了 你跟谁啊 明天 明天我就跟心锥姑娘成亲了 你看 我收拾了这么多东西 我来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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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你说过 让我好好照顾他 让他不要受委屈 陛下 我只有跟他成亲 我才能真正照顾他 陛下 陛下 去去去去 很好啊 寡人喝多了是不是 陛下你喝得太多了 嗯 是喝得太多了 寡人要起降回宫了 寡人要起降回宫了 寡人要起降回宫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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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降回宫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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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臣在汉中当楚梁官时候的司库白保 陛下 滤下 久 bob 韩大将军 他真的是天子啊 记住 这件事绝不能跟追姑娘提起 那喜事怎么办 缓缓吧 白宝 去叫追姑娘回来 我有事跟她说 好吗 白宝回来了 白宝回来了 娘子 韩大将军呢 过来过来过来 将军来不了了 那婚礼怎么办呢 将军说先缓缓再说 那新追姑娘呢 让绣和跟他们说一下 待会儿我跟大伙解释解释 是啊 真的 姐姐姐姐 刚才听白大哥说 婚礼不举行了 叫咱们都回去呢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不知道 那追姑娘 我们先回去了 是啊 好 那你们先回去吧 好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走吧 追姑娘 有什么事再喊我吧 好 谢谢啊 我们先回去了 走吧 我们走了 走 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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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怎么这样子啊 你不放弃我也不放弃 喝多了吧 我没喝多 我告诉你 怎么喝成这样了 还说没喝多 我真没喝多 他 他 喝多 他说 好好好 他不放弃 他不放弃我 我之后 喝都是自己的 这个酒 要喝 要喝 新郎 刚才谁来过 不放弃 绝对不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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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醉成那个样子 人家怎么敢睡啊 朕对不住你 你还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昨天是谁来过 一个老朋友 多年的老朋友你不认识 既然是老朋友 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留下来 留下来喝完喜酒再走啊 留下就麻烦了 有什么麻烦的 你别问了 你一夜没睡了 来 去睡会 不了 走 我不困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来了 是不是刘邦来过 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来anza 为啥 我是什么 这 显然是冲你来的 她还没有死心吗 她不会死心 她死不死心也没有用 我们的婚礼照样举行 不行 为什么 她扣住华阳红 她说 华阳红是她亲口服的侯爵夫人 如果我们结婚 华阳红死定了 这老皮肤太带动了 那你是怎么想的 沙藏为什么这么捉弄我 第一次婚礼 是遇到你公者 细事变成了丧事 第二次婚礼 又被刘邦冲散 细事变成了丧事 和向上的分室 被刘邦冲散 是她的 是她的 我对她的 你也不肯定 你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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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吕产帅京城禁军已经封锁了所有路口 属下是重金 雇了后山的猎狐带路才来到这里的 吕产有什么权力封锁路口 是受皇后之事 皇后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这个属下不知道 不过王爷您想 皇上皇后本是一家人 这皇上都知道了 李先生 可我和信郎在这儿好好的过日子 又招惹谁了 又犯了哪家的王法 他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们 这姑娘有所不知 吕智的兄弟吕光因醉酒一物战机 被王爷杀了 所以吕智一直怀恨在心呢 信郎是大汉的功臣 皇上 为什么纵容皇后如此对待功臣 如今是后党猖獗啊 皇上都为她三分 这王爷在京城的时候吧 涉于皇上对王爷的龙恩 皇后还有所收敛 如今王爷远在江湖 皇上就是想管 恐怕他也管不了了吧 爸 爸 爸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看来只能拼个鱼死网破 王爷不可 不可 竟然难敌四少 何况要困在山中 要向化险为夷 还得从长计议啊 刘邦昨天阮阴天使 吕智他今天兵戎相见 神仓啊 难道真的要灭我韩信吗 王爷不必悲伤 天无绝人之路 皇上的御驾还在江口镇 他还未回京 正是因为皇上的御驾尚未离开 吕智才不敢轻举妄动 不过就怕皇上回京之后 这么说 皇上是给我们护驾来了 姑娘聪明 信郎 李先生说得对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先去和李先生 商量商量对策 我给你们烧茶去 王爷 不如咱们出去走走 你也散散心 王爷 皇上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呢 我也正想问你 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 我也纳闷 此事只有淮音府上区区数人知道 难道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不成 如果出了奸细 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 王爷 那您 是在怀疑我了 你 不可能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如果连你都背叛我 那天理都难容 王爷如此信任属下 李舍就是以死相谢 一而不为过 李舍 你严重了 你我兄弟之间不必如此生分 严重了 是是 王爷 那你说会是谁呢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不相信我家里会出这种人 王爷说的是 对了 忠兴为什么没来 我没有叫他过来 王爷 王爷有所不知 这些日子他心神不宁 前些日子把钟离妹赠他的追风剑也搞丢了 我怕他会误事 所以没叫他来 嗯 是我把他弄成这样 算了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你倒说说看 我现在这个处境 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王爷 王爷 属下以为 要想躲过这一劫 只有一迹 快讲 王爷 那就是借刀杀人之计 借刀杀人 哎 李舍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眼下皇后重兵包围 只有借皇上之刀 方能救王爷于重围之中啊 属下知道王爷的顾虑 然而王爷出走之后 皇上并未降旨言成 也未诸及家人 说明皇上希望王爷回到他的身边 既然如此 属下以为 只有重新投奔到皇上麾下 屡之涉于皇上的龙威 才不敢对王爷动手啊 不可 为何不可 皇上对我很恩宠 但他那时 相装武剑意在佩功 属下知道 那是为了追姑娘 所以啊 这正是我不愿意屈服刘邦的原因 王爷 属下貌似相见 王爷 就算您与追姑娘良情相悦 可一旦被驴产禽禍 皮之不存毛之烟腹啊 再说了 就算皇上不咎 皇后不逼 王爷 难道就甘愿久居人下 在这儿做山林隐士 日出而起 日落而息 默默无闻 庸庸碌碌一辈子吗 做山林隐士有什么不好啊 有青山做伴 美女相配 看村姑飘马 观木桐细水 既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吗 这 这不是王爷 何处此言 王爷如果是平庸之辈 笔舍绝不相劝 也不会苦苦追随 王爷 自秦暴政以来 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王爷脱颖而出 指挥千军万马 催城拔寨 是天下景仰的一代英才 但是现在 唯一红颜女子就抛弃一切 未免让天下人恶万叹息呀 依你之间 我该把追魅陷出去 属下以为追姑娘是个明礼之人 王爷何不小之以礼呢 我开不了天口啊 让属下去跟追姑娘谈 不行 谁都不能去谈 王爷 可事到如今 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呀 你我手抬举如何 王爷这 来来来来 陪我对弈吧 我的棋大有掌见 走走走 我堵死你这口气 世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王爷的棋大有长进哪 王爷 这儿倒是山清水秀景色疑人哪 没有阴谋 没有杀戮 空气清醒 到处都是鸟语花香啊 可是 多看几天就一样了 天天如此 山还是那些山树还是哪些树 河水永远只超一个方向流 连太阳都从同一个地方出来 又从同一个地方掉下去 王爷 您不应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了 属下以为王爷真是该离开了 如果离开 就意味着要失去椎妹的话 那我是万万做不到的 属下知道王爷与椎姑娘一往情深 可是古人云要向得知必先与之啊 此话怎讲 春秋使其岳王勾剑十年卧薪长胆 派范黎宋美女西时取岳吾王夫差 让她贪图享受丧失警惕 最终被越国所败 王爷 何不效仿勾剑 先将椎姑娘送入宫中取得皇上的信任 再图大业 再说了 皇上年事已高 而王爷青春正负 恐怕等不到十年 王爷就可以取而代之啊 到那时天下都是王爷的 谁还敢与王爷争夺所好啊 你是想让我效仿勾剑 属下以为 使十五者为俊诫 你大胆 你太放肆 王爷 你怎么能跟我出这种主意 你让我怎么面对新军 我告诉你 你跟我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要不是你忠心看看跟我这么多年 我一刀宰了你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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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如今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得要劝说你啊 自古以来 遇成大业者切记儿女情长 你想想看 楚霸王与鱼姬 恩爱缠绵 结果功亏一篑 滋万于无将啊 而刘邦呢 刘邦为了保护战将 不惜将亲生子女推下战车 终成大业 王爷 王爷 苏事除非请王爷三思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新军陷出去 王爷 好 你等着等着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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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是要追妹吗 来吧 把我的脑袋拿去吧 新郎 新郎 你这是干什么 人家李先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你为什么对人家发这么大的火啊 你让他自己说 好 追姑娘 是我不好 惹王爷生气了 你看 天大的事儿 也不能发这么大的火啊 好了好了 你先回去吧 哼 李先生 这我来收拾吧 真是对不起 新郎 他心情不太好 你不要怪他 李舍不敢 李舍是为王爷的命运 担心哪 我知道 李先生的好心 可是我也知道 醒了 面临的压力有多大 姑娘知道就好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为难的 李舍 告辞了 王爷 请恕属下冒昧之罪 算了 坐下 王爷 刚才属下所说虽有冒犯 但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哪 即使你刚才说的话 并不是全无道理 可是我做不到啊 是 新郎 你们回来了 李先生 请坐吧 山野偏僻 也没什么好吃的 我让百宝打了几样野味 追姑娘 李舍有急事要走 走也得用了餐再走啊 你来了 两口汤都没有饮 啊 算了 他既然有急事 就让他走吧 李舍告辞 请稍等 我去送送李先生 这便是 你还要到我 我来到你 马上 我乎我 一个人 你中国 现在 你能做事 好 我来到你 你能发生了我 李先生 如此困境 信郎到底做何打算 王爷 要我将此玉碧送给旅产 以简燃眉之急 以肉似虎 悲水车薪 安能解围啊 这 这也是王爷的权宜之计 难道 就没有万全之策了 追姑娘 事到如今 李舍就直说了 今日所面临的一切 皆因姑娘而起 现在 皇上是想逼王爷 把姑娘献出去 这个我知道 可是信郎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王爷是左右为难啊 答应吧 他与追姑娘有过山盟海誓 实在不忍心老眼纷飞 不答应了 现在是大兵压境啊 那好 我来替信郎解难吧 怎么解 解灵还需寄灵人 心坠只好顾注一掷 这是我给皇上写的一封博书 麻烦李先生呈献给刘邦 给 给皇上 这样不就可以解吕后之围了吗 你连饭都没有吃上一口 这点干粮 带着路上用吧 李先生 一路保重 我来自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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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自树 等等 你以为你会让我来自核 拥的 我来自树 来自树 我来自树 到你 你以为你希望一核 新郎 怎么还没有杏食啊 我不太想吃 怎么不合口味吗 好了 新郎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来 我陪你吃 对美 我实在没胃口 那好 我们下盘棋 解解闷 来 我不下了 我还是回去 就下一局好吗 我实在 这一局没事的 来吧 走 来吧 来 猜些 准美 猜吧 丹 你怎么不猜双呢 我随便猜的 借灵还需寄灵人 这是我给皇上写的一封博书 照片 我输了 大将军真的认输了吗 追妹 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你知道你输在何处 我不知道 你其风犹豫 瞻前顾后 有时冒进 有时又错失良机 你太过于计较一成一迟的得失 故此势必 最终因小失大 追妹 我佩服你 不会为祈道高手 贪心靠服幸福 好了 今天这盘棋下得够久了 我去烧点热水 我想好好地沐浴一番 什么不可谈认 这两个人 我来跳过去 我去趋不跳 我来急 你来吧 我来说 这两个人 你帮我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郎 过来 你这是干什么 聚喜婚礼 第一次婚礼被你冲散了 第二次婚礼又被皇上缴了 这第三次婚礼 没有谁再能阻挡我们 可是有没客人 有没乐队 什么都没有啊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不要轰轰烈烈的婚礼 也不要请客人 我只要我们俩信心相应就够了 信了 抱了 我好所以呢 我好传球 你怎么会 呢 我好传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渡江海 蓝绿青丝 化作彩虹 云烟沙 万云上光 只管多白露 青香难言白 地老天花 放心不甘 青海连狠海 连个花悲歌 无论为你等待 只管多白露 青香难言白 地老天花 放心不甘 越远越有缺 冬去春有爱 不变千古真爱 不变千古真爱 只管多白露 青香难言白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